来用这个的 那个我们待会还是会讲到 就什么个意思是 持续性的性的亲密关系 能够治愈 能够更新 能够恢复并且维持 因为有很多生活中的问题 其实就体现在卧室里头 体现在床上 对于基督徒夫妇来说 性爱真的有属灵层面的意义 真的有属灵层面的意义 我们再讲一个词 在《创世纪》四章一节 中文是翻译 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 英文很多英文的翻译就是这样 越古老的英文翻译越是这样 Adam knew就知道 亚当知道夏娃他的妻子 而这个知道 同样应用在人知道上帝 上帝知道人 我们如果真实的相信 我们最终的一切都是来 认识上帝才能得到 那是同样的一个词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身体的结合 用最亲密的方式来知道 来认识我们的丈夫和妻子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就要想到了 怎么就要知道呢 那我要回到 我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观念 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 圣父之道圣子 圣子之道圣灵 圣灵之道圣父 他们是永恒到永恒 而且他们都是有意思的 把自己给另外 就是这个person给另外一个person 三位一体嘛 one being three persons 好 再下到人间 下到人间 可是我们这种从天上到人间 并不是一个突然断产的 而是三一神不断的 要把他的爱赐给地上的人 那对于夫妻来说 本质上爱就是有意思的 把自己给予另一个人 好让他不断的获得乐趣 这个乐趣 这个中文词不足以表达 这个喜乐对不对 可是你就当乐趣好了 你真的爱一个人 就是你要让他不断得到乐趣 而婚姻中的性爱也是这样的 我这个是很记忆有挑战 也是非常有回报的 非常奇妙的 好 那我现在下面来讲一个婚约的事情 这个前面呢 我已经好几年 就是当然这也是偶尔给人主持婚礼 我想主持婚礼 你看过戴戒指对不对 我这个戒指当时穷学生 五十几块钱买的 丢过两次后来都找回来 那这个代表一个圆 然后呢 我每次主持婚礼 他们都要戴戒指 我就要让新郎和新娘 都说同样的话 我这里就只写了新郎的词 那我读的时候 把它换成新娘 也都是一样的 我用这戒指代表我的誓言 这是让新郎对着新娘讲 在神以及众位见证人面前 我带着最深的喜乐 我先把这个放大的 放在这里 先读后面的话 你很熟悉 对不对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设计 我也愿一生爱你 为你设计 我将毫无保留地爱你 以你为荣尊重 你在忧伤中安慰你 在危难中保护你 从今时直到永远 然后再接下来 你可能在电影里都看到过 无论你健康或疾病 富有或贫穷 顺境或逆境 我都遵守上帝的命令 对你一生忠诚 直到建筑面 但我放大的这个 我其实按照我参加的婚礼 不常看见 不常看见 但这个并不是我的发明 这是圣公会 古老的婚约誓言之一 也从其中的一个部分 他特别强调 当我接受你做我的妻子的时候 当我接受你做我的丈夫的时候 我是把我自己的身体交给你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承诺呀 这是不得了的承诺 其实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 性爱出问题 就是我自己交不出去啊 自己是对方也交不出去啊 好 但你如果想到 这个可能发生 你是有约在身的话 那sex 那性爱就会不一样 那些人就会来过